加油 好,打开我的,一二三 二二三 我看你这一块,太好了 我的胃口,太热了 太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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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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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o 切圆 一二三 保重 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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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通 赵子 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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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二号跑的关系 2022年中国太平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 第二阶段第九轮次 今天在场上对阵的双方 北京女族对阵广东梅州客家 北京的双方 好的 观众朋友 随着主裁判周维杰的一声哨响之后 比赛现在正式的开始 通过转播的镜头 您现在看到的是 202中国太平 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 在第二阶段第九轮次的这场较量 今天在场上 二号场地 对阵的双方 是来自于身着白色球衣的北京女足 对阵身着红色上衣 身色短裤的广东梅州客家 观兰湖二号场地 再次迎来了两支球队的 这场强强对话 今天的比赛 第九轮 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打到第十轮 也就是在三天之后 5月14号的比赛打完之后 隔着球队又要进入一个休息了 那通过这样相对紧凑的赛程的安排 隔着球队 无论是今天的北京女足和广东梅州客家 还是其他的几支队伍 对于这片全新的场地已经不再陌生 那么对于场上的各支对手的能力 也是略知一二 所以随着比赛的推进 我们的比赛也会越打越精彩 这边北京女足后房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广东梅州客家快速的比赛之后 球权还在 分边 看这次球能不能拿得出来 今年的女超联赛从四月份 四月初开打之后 到今天是五月的将近中旬的这个时间 两个轮次的比赛 打的是非常的快 让观众朋友们也是大饱眼福 也让我们在赛场之上 记住了很多球员的名字 那在比赛刚开始的这个时间 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两队的首发 北京女足这边在门将位置上 还是潘红艳 2号何兆芬 3号彭雨霄 4号孙云鹏 5号的于凡 6号马小兰 7号的何香南 8号李相 9号的王心灵 10号姚孟佳 11号的王珊珊 这是今天北京女足的 排兵部阵 那广东梅州客家今天派出的阵容如下 在门将是30号的横尸梦 2号陈丽娜 5号蒋经 16号陈玉丹 16号陈玉丹 22号陈巧珠 23号的梁金燕 25号的布加盈 28号罗里斯 29号的郑小丽 32号的赵雨昕 35号的欧阳音音 这是广东梅州客家今天的首发 那对于这两套阵容啊 有一直在关注女超的朋友们还是比较熟悉 快速的拉球启动 打到门前这一点 门将摘得也是相对轻松 要梦加自己的一次盘带的尝试 在比赛刚刚开始的这个时间 这样的跑动啊 对于他这个位置的球员来说 还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 能够快速的找到自己的脚感 来在之后的这90分钟的时间里啊 给球队创造更多的机会 打到第二阶段的这个尾声的比赛 目前北京女卒的成绩啊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再经过了 让我们先来看这一次的进攻 点给了彭女萧之后 起球没有能够打起来 目前的北京女卒是排在了整个联赛的第三位 那身前是武汉车谷江大 武汉车谷江大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惊人啊 在八场比赛当中是八场全胜目前集24分 遥遥领先在女超联赛的积分榜 彭女萧再次起球到后点 这要求给的力量太大 那身后是江苏无锡女卒啊 今年江苏无锡女卒同样是以一个全新的青春之师啊 在女超的赛场再次席卷青春风暴 目前排在第二位 那今年他们的表现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啊 全新的 可以说是完全全新的一支队伍 年轻的队员 在新帅的带领之下 目前是六胜一平一负 即十九分 那成绩也是非常的 可观 那身后就是今天在场上的北京女卒了 北京女卒目前四胜三平一负 即十五分 平局还是比较多 那但是从这个自己输球来看啊 只输了一场 所以自己的这个不败的这个成绩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是十五分 那身后是上海农商银行 这一支一直在被外界呼声非常高的球队 那在今年目前是排在了第四 那这个成绩 是喜是忧 还是要由这个 球迷朋友们自己去这个理解了 那目前上海农商银行是三胜两平三负 即十一分 排在中优的是山东题材 目前是三胜两平三负 即十一分 和这个上海农商银行是一样的 那广东梅州客家目前是排在第七位 在过往的八场比赛当中是三胜 零平五负 即九分 可见 广东梅州客家在攻守的两端 对于90分钟的这个赛程安排上 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特点的 没有拿过平局 都是要不赢 要不输 可见支持球队 在这个攻防两端 打的还是很有特点 那所以今天我们来看面对北京女卓 如果单看这个排名这个身位来看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距 但是在足球的赛场之上 每一场比赛对于球员 对于整个团队来说 都是一个重新的一个洗牌 所以比赛的结果还是要交给时间 我们也要交给队员的默契配合 这又是一次北京女卓中度的拦截 看这一次可以分边的没问题 球员也看到了 边路的推进直C 去找布贾盈 一个身后的传球大门 这一次的配合给的非常的妙 非常的妙 这是广东美洲客家 上场之后 自己一次非常不错的机会 这还是刚才在这一次的回放 布贾盈是将球 新巧的分给了欧阳音 欧阳音完成最后级的打门 今天北京女卓在前场扑的也是很凶 三角形 船都没问题 底线 敲起来到门前第一点 还是广东美洲客家的破坏 要孟加再次将球阻导进区 进区之内拉球 再走底线这边 王珊珊 先要自己拿球突破 被地方破坏了 那广东美洲客家将球是先回到了本番半场 重新去组织 军人士打得要再稳一些 今天北京女卓去封对方后防的这个出球 还是给的比较凶的 这边球员倒地 在对抗当中有一些受伤 还是要再看一下情况 这次是强点的时候 两名队员撞到了一块 对一几时上来 要看一下情况 今天海口这边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 阳光明媚 也没有这个太大的风 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 降雨是比较多的 今天让队员们没有能够在雨中作战 之前也是有这个比赛是在这个暴风即雨当中 那女组姑娘们去完成比赛的 打的还是非常的辛苦 今天的天气 完全没有问题 能够给队员们带来一场这个非常 条件很优越的场地和天气条件 这边 赛雨新疆球直接往对方进去送 那还是要拿再稳一些 陈雨丹 腿身去和后防队员做衔接 确实在中圈的这个位置 北京女组给到对方的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抢断之后非常果断的就直接往前打了 可见今天的北京女组对于抢前场啊 还是有着自己的这个想法的 看这边又是彭雨霄 抢断之后 看怎么去和队友做配合 哎呦 这小球打得太着急啊 你不需要 吃个小球 我不要 可以也可以啊 不可以啊 别推别 别推别推 哥姐 别推 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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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22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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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中圈拿球之后 还是宾路的推荐 打起来 这一点啊 身后放上队员跟的是比较紧的 怎么能够传得出去 王珊珊 对方身后的一个对抗之后 还有 直接扫到门前了 还是身后的上抢 秋全再次回到了北京女足这边 和这场比赛同时开赛的 还有四川女足和上海农商银行女足的 较量 夹几岁 顶特 等会 夹几岁 上一刀 夹几岁 夹夹起 夹起 那广东门州客家女族今天的这个场场状态 其实球员们的这个心理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轮广东美洲客家女族是结束了这个五连败 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三场的胜利 也是目前的三胜零品五负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再去迎战北京女族 她们在心态上会有一个不同的变化 球员也会更加的积极 但是北京女族对于今天的这样一支对手 同样也不会轻易的放过的 而且北京女族这边门将潘红彦从今年的联赛开打之后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有这个官方的数据 有这个官方的数据统计 北京女族这边的门将潘红彦在这个铺就上和各支球队的门将去相比较铺就的次数 所以作为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门将在把守着自己的球门 北京女族也会更加的放心 想想看这次脚球开进来后点 门前有大门机会这边 球进了 球进了 这是队长于凡最后的一脚扫射 通过定位球的机会在门前给对方制造了麻烦 北京女族拿到了一分 我们前来看 这边点进来之后 打到后点其实也是在本方队员的脚下的 那应该是王心凌 王心凌 这颗球给了王心凌 王心凌作为北京女族这边 今年去重点 可以说是重点去培养和重点去启用的一个年轻的队员 也是没有辜负众望 在过往的机场比赛当中 都是拿出了非常漂亮的表现 今天的第一个进球 也是来自于他 上一轮北京女族是 三比三战平了长春九云租赁 当时两支俏队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进球大战 长春九云租赁这边 乌日谷姆拉 刘靖 李文是都打入了一粒进球 那北京女族这边也是由 李玉挺 何向南 王珊珊 成胜追击 当时是打成了三比三 后来 上次 我们是要 len云 论 一次 越来越贵了 越来越贵了 越来越买越 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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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点下来 在边落 没有能够打进去 重新组织 那目前在射手榜上 武汉车谷将大的塔比沙 是六颗球 还在守卫 那上海农商银行的张鑫 和北京女卒的王珊珊 两名队员是各拿到五球 排在刺席 陈玉丹 拿球之后自己去往中场跑 那又是在中圈这个位置 传球的15 北京女卒这边也15 为了な 香港城市 在后面 上海 在后面 来 来 出来了 下海 走走走 上海 来 出来了 那我们在之前就说到过今年的这个 仪式乐心的场地之后 球员们对于赛场和生活区 那都有一股新鲜劲 并且组委会也为了能够更有效的去调整 球员们这样紧张的赛场氛围 在这个休息的时间 串联赛也是进行了这个 在赛区安排了乒乓球的比赛 参赛的12支队伍 包括女超各队以及超级联赛的赛事组委会的代表 包括海口光蓝湖国际足球训练基地的代表 一同去完成了这个乒乓球赛 让队员们能够有一个放松 同时中国女组也是通过了这个官方的账号 去直播了比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 你现在要看人了 这一次没问题 扫到脚下在湖顶 没有能够摆脱开 在湖顶上 看能否完成转身 这边船小了 今天广东梅州客家女卒的 进攻 稍显薄弱一些 给对方的文奖 没有造成过太多的危险 清费 过来 过来 ρι先生 先去毕竹 不要上有抗手 给他的 扔他 去兽呀 快点 好 果然过来 可以 配 rud 真正义 比赛上半程推进过半 目前北京女足在第19分钟的时候 是拿到了进球 在这个时间球员们要补充一些水分 短暂的做一个休息 在今天的16点钟 武汉车骨江大将要去面对 江苏无锡女足 这是榜首和刺喜的一场较量 那在16点30分 陕西长安竞技女足要对战山东提赛女足 河南监业女足要对战长春九营租赁女足 那这是今天也就是第九轮的赛程上的一个安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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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移动移动 移动移动 移动 站站 在湖顶的位置又是抢下来了 打脚下转身再给海友 门前打了这脚球球尽了 尽了 被迪女卒继续乘胜追击 这应该是何湘南 完成了最后一击 拿自己在门前领你的秀举啊 拿到了帮助球队继续扩大比分的一球 2比0了 北京女卒进球 进球队员7号 和湘南 场上比分2比0 一队 金城 反对 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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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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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杨孟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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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奇 孟盛 下半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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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经过刚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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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